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5月10日星期二 今节《笑声芒新闻》有我许珊 还有我们的纽七难波罗仔聊聊天 易得台样 大家好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静向暴沙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我们在编辑部里面的群组 我看到其中一位主持放了一宗新闻出来 我最后吓了一跳 后来你原来只有淡笑 看到有主持就说 哇 罗家良被捕 不是吧 罗家良被捕是什么事 是不是和钱有关 然后我看一看 又说什么超市偷食物 又说有什么老牛在腰间 一定是怎样的 然后我看一看 原来不是拍电视剧那个 不是那个 差一点 差一点 没错了 那个名字差一个字 其实是家庭的家 没有大家搞错 不是他 我挺怕有人打电视剧 是那个演员 还没有在电视剧 我也不记得 没有了 我记得 没有了 不知道是不是回到内地发展 在外地 我记得好像是 好的 那我们先说一说 现在来说那些疑似精神病患者 还是有些失控的人 我们都要小心一点 近一两天 也有一个什么 瘋子在油麻地拿一些玻璃瓶 到处去爆人的头 拿个玻璃瓶 哇 那个瘋子真的是瘋得云巡 痴痴地的 是的 我今天的香港早晨时段也有说 他真的当了自己像林昆一样 拿个可乐瓶爆人的头 喝完汽水 随手就爆了 这个人太瘋了 但没办法 这些瘋子可能随时在自己身边出现 这个也挺夸张 他就发生在刚刚的星期六 他涉嫌带了一把老牛和一些假的鸡鸡 去了MK一家围巷偷食物 我觉得那个量这么大 都很明显不是偷的 应该叫做抢食物多些 嗯 会不会是他想买呢 买一买一买都没钱 反正身上有把老牛又是气窗 不如直接拿出宣数吧 因为你很少喝的 你去超市买东西 你带银包的 你没来带老牛 是没有的 是呀 还要带来买一支假的鸡鸡鸡 你又有钱买假的鸡鸡鸡鸡 又有钱买老牛 我就当你们老牛在家里用的 用来做什么 那些手切肥牛打边炉的 手切肥牛打边炉 就要用老牛 不过很少人家里有老牛 都要切牛肉 也不知道 应该都会用到的 很少人家里有这个事实 一般家庭有巴採都已经够小了 是不是有牛肉 即是银包没带 应该就没带 因为看到媒体也没说什么 正因为这样 所以我才怀疑 其实他是不是只不过 本来想着去市场买东西 因为你看回他 原来他身上都有些什么 一件T恤 五包公仔点心 两包KitKat 巧克力 两包柠檬茶 哪有人打劫打这些的 你是不满意 你问你 先生你要付钱 还有你五包点心 再加上两瓶柠檬茶 已经十二包了 可能他拿了这些东西 想着快要去跪台付钱 怎料原来自己没有带银包 那怎么办 反正身上有一把老牛 我抢了他就算了 可能是这样 接着有职员就说 先生要付钱 他立刻拿一把老牛 揮帽 没钱了 我走 什么 什么 会不会有人说是黑暴 不是吧 这个不像黑暴 这个 通常就是这样的 一有这些人去搞事 犯案 还不是黄丝黑暴 这样 是的 网上有这样的人 凡是坏东西 一定是黄丝黑暴 先安住标签 很快就说 一定是某种昆虫 还在人间 还是什么 当然 你出刀 店员方面 就不会跟你拼命 不好意思 你走 报警 举高双手 你就自己走 很快 警方在大概下午2点 接报 知道有这件事 还说这个瘋子 这个财人 就在港铁的黄角东站出现 黄角东站做什么 银包有没有带 你都不能搭车 他的标记真的是老牛在腰间 因为有些人看到这个瘋子 有把刀插在腰上 看来真是青山走返 很可能 是的 不过他那些东西就没有吃到 我初来想 如果他那么疯狂的话 应该那些公仔点心 那些急冻点心 应该还没叮咚 只要拿来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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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过瘋 才那么疯狂 对不对 谁吃得来也很苹狂 就是拿个珍珠鸡 腦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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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是咔咔咔咔咔咔 那时我见过个朋友 他很变变的贼的贼男 我们去烧野菜的时候 大家都有的什么烧鸡扒 有一下牛扒 还记得有一个女朋友 烧完烧肉扒之后 就觉得iene milestones 牛扒 bloody knife 吃到这样的 后来这个肥仔男 就是毒男就说我有一个方法 然后他就把那些腌制的牛扒 放进口里咬到那块牛扒 那块牛扒就会散开了 淋一点 他用口子咬松那块牛扒 就吹出来再烧吃了 你吃不吃我烧给你吃 很噁心的 玩玩而已 真的吗 很认真的吗 他真的在叉起来烧 他够肥够大 口子够大 把整块牛扒塞进口里咬 你看到牛扒醃了 有些酱汁在那里 很噁心的 在嘴里流起来 看到我也想吐 那时候 老牛就在腰间 后来警员很快就来到 立即将这个41岁姓罗的贼人截停 除了找到这把44cm长的老牛之外 找到两把黑色的牛扒 这个人 玩具枪来的 是吴宇森电影的粉丝 要两把 两把左右 双枪 双枪 差点没有白甲在旁边飞来飞去的 你是想的 他打算做大案的 这个人很明显 做大案 所以要吃饱一点 做大案前 所以才拿了五包公仔点心 两包巧克力和两包绿宝茶 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我看他的装备 火器方面 我也明白 都想刺弹弹 带上一盒钢株 л瓶蛋 麦克风 Richards,打 leven 钢株即使打到命 挺痛的 那就是 它会非套 不如看看车泪费是否持续 如果车泪不支持给 或者车明白? 是这样的 警方也看到他的东西是可以的 是远风不动的 柠檬茶也没用来喝 会不会像张家费那套千王之王二千 什么爆肝柠檬茶 把柠檬茶放在气窗前面 打出来就不会有火花 这人以涉嫌盗窃 藏有攻击性武器 藏有仿製的被捕 也交给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 第二交叉队 案件中不幸中之大幸 没有人受伤 现在这人基本上已经提堂了 他也要还压 不需要偷食 暂时无需答辩 挺有趣 因为控方说他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 即一时间就是 真是青山走贩 没错 一时就当自己是周润发雙枪 吴宇森那些雙枪 一时就当自己是古鱼仔 陈浩南 然后一时就当自己是什么大盗 还是怎样去偷食 所以要看他的精神科报告 判断他究竟是否适宜答辩 所以裁判官都说要押后到5月23日才再審 暂时他可以和朋友一起 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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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为什么吗 台英 为什么呢 因为将他还压在小岚精神病治疗中心 全部都有那类的 你叫什么名字 山鸡 我叫山鸡 我叫浩南 可能幻想自己是古鱼仔 希望大家有时出入方面 要小心 会看到一些人的样子 要走开一些 就这样把老牛出街 之前又拿着脱锁拿着脱锁 太多这些了 会不会多留意关心身边的朋友 如果出现 看到他的精神方法有问题 提升他也好 或者转介他去精神科 看一看 给多一些关心他 给多一些关心 没错 严重的话 会成为一个社会隐瞞 暂时都不见有些人说 哦 原来是关选新特首事 李家超搞到城市 暂时没见到这些什么 因为有些人说 李家超当选之后 带给市民负面情绪 不要看太多负能量的新闻 是的 有可能 因为有些很惨 这位罗家良 MK罗家良 就是看太多负能量新闻 有可能 其实拍了电子消费券给你 你不带银包 你带个发达通 或者手机 基本上都可以在超市买东西 那可必呢 是吧 那好吧 我们今节暂时说到这个位置 希望大家各位小心 好吗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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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